韓國MERS疫情增溫 雖然目前國內還未有MERS確診的病例 但是觀光客時時搭乘的台鐵高鐵和台北捷運 都是嚴密監控疫情 隨時準備啟動防疫備案 而現階段 除了加強公共區域消毒 亦都準備口罩、酒精來給旅客使用 台鐵員工一入到辦公區 雙手就先噴酒精來消毒 而清潔人員就在各個公共區域 用酒精來抹電梯的掣 另外亦都定時清潔電扶梯的扶手 韓國的MERS疫情降散 台灣雖然還沒有病例 但是觀光客出入頻繁的台鐵 已經是奔緊神經來應對 另外亦都是不少國外自由行的旅客 會搭乘的高鐵站區裏面 每兩個小時就消毒一次 在列車上的推車亦都有提供 口罩來販賣給需要的旅客購買 而台北接運公司亦都加強衛教 站內廣播酸道 要旅客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接運公司表示亦都會依照平時的流程 定期清潔和消毒 未來萬一國內出現感染疫情 必要時將是比照沙士期間 防疫作業要求旅客戴口罩搭乘捷運